我想要解決到底刮虎裡面的資料怎麼把它放過來 我想到的就是fine 所以優標先放在B3 然後再來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裡面的fine 這個我記得好像我們前面有用過 它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你要找什麼 我找千刮虎 所以你打一個千刮虎 序格加上9 它有個千刮虎 理論上有test前後要加雙米 不過fine函數蠻貼心的會自己幫你加上去 所以你前後雙米沒加沒關係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說 那你要去哪邊找 我要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那我因為在B3裡面練習 然後所以我就點A3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從B2 因為B2裡面 那個A2裡面沒有刮虎 所以沒有刮虎你練習一定發生錯誤 那我要找一個有刮虎的 你千萬不要找一個沒刮虎 沒刮虎的那當然一定錯 那接下來你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下方會出現它的位置有沒有找到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它就是它的那個刮虎 在這個文字裡面的第幾個位置 OK有沒有3 可是如果假設它沒有的話 那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錯誤訊息 所以假設你如果這個地方是用B2來練習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就不一樣 OK按確定 那如果假設我把它向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欸 向上填滿這邊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如果它找不到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錯誤 那意思是說 我在這個資料裡面 我是找不到那個刮虎的部分 那它不會敘述啦 它只會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你在那個 以Sale裡面看到緊字號開頭的都是錯誤 那什麼樣的錯誤 它會跟你講 Value Value應該是說你給我資料 意思應該是資料有問題 OK 好 那所以如果我假設有刮虎 我們先處理 那沒刮虎等下再處理 那如果有刮虎 接下來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再減下 那減的時候不包含等號 為什麼要減下呢 因為接下來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再放到第二個函數裡面叫MID 有沒有串第二個 第二層的話就是 我已經知道這個刮虎的位置 所以我現在要用MID去切割 那怎麼切呢 我就給它 你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幫我切 切的規則就是說 我跟你講說前刮虎的位置 可是我如果今天我要從前刮虎的位置 下一個字開始取資料的話 那我就跟它講說 下一個就加1就對了 那意思是說 從第四個開始幫我抓 那要抓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比較麻 幾個字的話 當然你這邊算12345 如果你現在填5OK 可是問題底下有4嘛 有3啊 OK 這邊也有5OK 那當然有些 所以呢 最後還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幾個字 那幾個字要怎麼解決呢 幾個字的話 我想到了 因為它剛好有個後刮虎 也有個前刮虎 那前刮虎跟後刮虎相差的那個字數 其實就很接近我們的長度 所以如果你算下來 流云這應該是3對不對 然後一直往下算 算到這邊應該是9 3減掉9 有沒有 減完之後等於如何 等於6嘛 那為什麼6不是5呢 因為你減的位置是減掉3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減掉4才對 因為你的字是從第4個開始 不是從第3個開始 所以你變成你要把6再減1 那不就是得到5個嗎 OK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得到像這樣的公式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 第一個 我需要fine後刮虎 再減掉 fine前刮虎 然後再減1不就好 所以公式如何產生 其實很簡單嘛 你把剛剛這個公式 fine的公式再貼一次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前刮虎怎麼樣 改成後刮虎比較好 它就是到9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減掉 再貼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 fine這個會貼三次 第一次是貼這邊 後面加1嘛 第二次貼了之後 改成後刮虎 第三次不用改 不過呢 得到的數字會多1 所以把它再減掉 減1就好了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 整個流程吧 當然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就麻煩了 OK 事情應該會錯誤 因為現在的data 絕對不可能只是個位數 只會現在多到一個不行 所以你不會這些 說真的你眼前的事情 怎麼做得完 只是無止盡的加班而已 但是有的時候你要考慮一點 你加班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不會 所以你加班 我覺得老闆應該是 不太可能會接受這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在職場上面 最大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應該會 可是你卻不會 而造成你的效率低落的結果 那這個是你個人問題 所以如果公司因為這個問題 把你fine掉的話 基本上你即便告到勞工局 其實也沒有辦法 因為勞工局會說 對啊就是你個人 你的問題啊 你的那個專業技能不足嗎 OK 所以其實現在 職場上有滿多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你效率不髒 所以老闆一定不給你 不可能給你好臉色的 而且可能會想盡 各種辦法把你黏走 對不對 他可能會告 你會發現現在很多這種問題 所以你與其陷入到一個負面的循環 倒不如正向的 正向是什麼 你都會 而且你效率很高 老闆哪裡沒辦法 老闆他很開心 喜歡你這樣的員工 叫你做什麼馬上做出來 哇真太好了 這員工怎麼這麼厲害 看他平常沒事 都在那邊好像在那邊摸魚 但是奇怪 叫他做的事怎麼馬上都做出來 這OK 所以即便你在摸魚 老闆我想他應該也會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不過前提是 你要能夠把事情做出來 OK 好那這樣做出來就按確定 那是不是可以得到結果 我們來試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理論上應該是OK的 可是有一些不OK 哪些不OK 他沒有刮糊 會造成什麼 因為你找不到刮糊 所以只要fine裡面沒有刮糊 他回來的就會是警字號的錯誤 所以你說老師怎麼辦呢 有錯誤 那你說老師想到的方法怎麼樣 直接把它delete掉嗎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假設只有三個 是可以這樣delete 可是如果說假如你這邊有三百三千三萬個 我看你應該不會想要把它delete掉 OK 所以怎麼辦呢 最後啦 如果你要能夠不用delete解決問題的話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這邊向上填嘛 剛剛忘了向上填嘛 最後一個step就是 直接把這個錯誤訊息過濾掉 那如果要過濾掉的話 最後一個step 就是把這個公式再減下一下 所以會減下fine 然後再減下mid 有沒有 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ifl過濾 所以呢 最後第三個函數就是這個 ifl OK 他就是可以過濾錯誤喔 所以你只要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就是讓他檢查一下喔 這個公式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緊value錯誤 如果是的話呢 有沒有 那我應該怎麼幫你呢 有沒有 value ifl ifl就是有緊字號的 那你怎麼幫我 很簡單你把它清掉就好了 那怎麼清掉 還記得吧 清掉要打什麼 兩個雙引號 就OK了 你不要說保持空白 保持空白其實沒做 還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要清楚的話 記得兩個雙引號 表示說呢 把這個東西去除掉的意思啦 OK 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得到的就會是 我們要的一個公式 當然這個公式其實還蠻冗長的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 把它回顧一下 第一個是先find前刮弧 然後再把它減下之後 放在mid裡面貼三次 有沒有 第一次加1嘛 第二次的話是改後刮弧 第三次不改 後面再減1 最後再把這個mid減下 放在ifair裡面 OK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改成空的 這樣子就完成第一階段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可是如果假設這件事 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我們勢必就要想說 怎麼樣讓它變成自動化 自動化 那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公式完成一下 好